超人强,这周的讲故事课难道你来给大家讲故事了,你可不能再拖延时间了。 呃,那我说我为什么想当班长吧? 超人强,你为什么也想做班长啊? 波比说,当班长就是成为超级英雄的第一步。 不,这是什么道理? 咦,波比呢? 波比? 什么?我有认真在听的,我没有睡。 波比,你为什么说当班长是成为超级英雄第一步啊? 因为当班长和成为优雄一样,就会被大家崇拜啊。 我才不是只想被大家崇拜,好吗? 我的梦想可是做一个超级英雄,拯救世界。 我要保护这座城市的安全,与坏人做斗争。 可是想要成为超级英雄,不仅仅要能与坏人做斗争,还要具备很多优秀的品质了。 啊?需要什么?说来听听。 我知道一个,要助人为乐。 这个我们老大具备啊。 什么?我助人为乐?我怎么不知道?快讲,快讲。 有次小呆呆买了好多零食,太多吃不完。 老大就让小呆呆吃掉了。 哈哈哈哈,这算什么,助人为乐嘛。 那到底成为超级英雄,需要具备哪些品质呢? 嗯,让我想想。 要有正义感,还有责任心。 哦,对了,最重要的是要有爱心。 这,这也太难了吧。 超人强,你如果真想成为超级英雄,这件困难算什么? 我,我觉得我离成为超级英雄的距离太远了。 我还是放弃好了。 超人强,你怎么能轻易放弃你的梦想呢? 我们会帮你的。 对啊,老大,我们会帮你的。 下课了,我们先回家吧。 超人强,你去哪儿? 下课了,我要去打球啊。 可是今天是我和你一起做职日啊。 啊,但是我想去打球啊。 哎呦,今天就麻烦你一个人打扫吧。 超人强,你还想不想成为超级英雄呢? 当然想啊。 超级英雄,可惜哦,具有责任心哦。 轮到你做职日怎么能抽懒呢? 哎呀,不好意思,我忘了。 好吧,那我还是和飞飞一起做职日吧。 哎呀,有蜡蜡,好可怕。 飞飞,别怕,我来帮你消灭它。 慢着,不许动。 好。 啊,你怎么可以伤害小动物呢? 作为有爱心的超级英雄,是越不允许你这么做的。 啊,终于打扫完威风了。 好累啊,可以回家了。 你这只坏狗狗 怎么可以欺负弱小的熊猫 超新变身 石甲熊 谢谢你救了我 你可真是我的超级英雄啊 你 你说我是你的什么 我说你是我的超级英雄啊 谢谢你 飞飞 猪猪侠 你们听到了吗 熊猫说我是超级英雄呢 哈哈哈哈 超人强 你保护弱小 真的很像一个小英雄呢 超人强 我们相信你一定能成为超级英雄的 你好吗 好吗 耶 Titan